今晚又來到我們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 無客客 有懷疑 贏者 月君 沒錯 今天我們五個 樹齡依然都不在 都是練成了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 Stylengager 他是不是欺騙了世界 以為你這條世界以外 他決定了世界線以外 純粹是這條世界線沒有他 我們要跳過另一條世界線才找回他 不要問我跳到哪裏 這個不重要 今次Stylengager就專集 當然 這個也算是近年來講 其中一個動畫改編 得來人氣又可以這麼高 他原作人氣高而已 其實都 他原作人氣本身都高 但是有不少讀者 不是讀者 不少觀眾看完之後 都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改來講 至少講完之後他第一名 而且他都覺得那個故事 其實本身都精彩 動畫幫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吸入到一班沒有玩過原作的人 會有興趣去探望那班原作 這就是成功的地方 老實講 你本身動畫 對於一個玩過遊戲的人來講 的意義其實不是很大的 反正我都知道劇情 結果我都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動畫就越來越厚一些 因為你玩一隻遊戲 我講一下就要花了四五十個小時 不是每個人有這樣的時間 而且動畫始終會動 又有聲又有畫 給人的感覺就會好像 清淡一些 簡單一些 容易入口一些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 可能宣傳的手法來講 動畫他都挺成功的 你想想動畫出現之後 有不同的平台 有PSP 有亂譯 XBOX XBOX 它有很多 各種各種的東西都會 都會彈出來 有一個8B8 那個所謂 其實本身如果 剛才回應 IM那件事 就是本身 它的遊戲其實都買得不錯 我沒有記錯 好像也有XBOX 好像也有十萬個左右 其實以文字遊戲來講 都算是一個很不錯的 形狀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比喻 如果你說Paystation那邊 這類文字 在遊戲做得碎成功的 應該是 第一隻 應該是鬼鬼 然後是叉盒XBOX 這隻都應該 出其無所有的 有十萬個 我也沒有記憶 即是在銷量上成功 五萬個一定有 我記得五萬個一定有這個 但我沒有記憶 我沒有記憶 我也沒有記憶 人氣上 都供應地是一個好作品 這兩個都是 因為基本上 大部份玩家玩完之後 不要說哭 是不是一定是神作 但至少那個評價 都一定是正面 被稱為這個 二千年後最好的AVG作品 這個我不知道 我沒有聽過 但我自己 我玩AVG 我不敢說多 但我玩的一般都是精算 即是說要評價好一點的 那玩起來 我覺得 STIAN GATE 是比較對自己的味道 因為這隻遊戲 除了你說會玩它 即是會覺得它那個 佈局精心啊 那些設定用得好啊 那劇情精彩那樣東西之外呢 還是有趣在 它是混入了很多現實世界 裡面有的科技 或者理論進去 這也是啦 歐洲原子能機構 這是現實的設定 即是之前做的那些 什麼大量子撞擊測試的 最近還有什麼想搞黑洞 還有這個本身 STIAN GATE 他走的理論 其實是跟時間旅行有關的 這個當然 終究只是一個理論 但是他的理論 建基於多一些 好像現實可以實行得到的科技 那我們不知道 不是現實中有的理論嗎 是不是 科技是否有 理論是否有 不是呀 科技其實也有的 整個黑洞一樣是可以的 這個理論是 開恩先生有說過的 根據這個遊戲本身的設定集所說 就有十二個基礎的理論 十二個基礎理論 我都忘記了那些名字 但是總之那些黑洞 那些全部都丟掉了 而第十三個理論是原創的 即使這個遊戲本身它為一個存在 令到這個因果律可以推翻的 其中一個理論 即是為何可以將那個世界 可以時間互預索呢 都是因為這個理論 所以這件事一定是原創出來的 當然啦 很老實說 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會不會有 可能真的有都不定的 但至少我們現階段來說 我們知道一定做不到先啦 人類就做不到 也都證明不了這個理論的存在 不過有趣呀 如果說回到這個遊戲 那我略略一提一提 以前也有一家公司 這個叫第二作 叫什麼科學AVG系列 之前還有一隻 Charles Head 對啦 運動頭啊 我們自己看到的 那套難得不得了 這個寫人名字 那套動畫版是 平常運算寫的 神德提 那套我老實說 我玩開就是那個遊戲 那一隻是真是 真的叫做 這樣說 如果真的比較 那一隻是 偏幻想向多些 可能你說幻想同現實 七成幻想 三成現實 因為某程度上 他做的事都 有少許精神分裂 好像 其一啦 主角 其一啦 其二是本身的男主角 即是他由頭卡到尾 你覺得 這些人都做到主角 只要將由卡 變成由頭 喜歡到尾 就可以了 而且始終他有些東西 是太SF了 即是 飛躍太遠 即是拿了什麼 抽心劍 對 這樣就變了 有我個人的感覺 就會比較浮誇一點 所以 Stand Gage 他出來的時候 其實 我都會憂 會不會這隻 都是這樣 就是抽手劍打打打打 這個是我當年的憂慮 當然玩完之後 發覺 這隻東西其實 可能真的是 叫做什麼 十年都難得一見的一隻遊戲 其實AVG要寫得好 我覺得 不是說他都很難 但是他要混入一些 即是他走這些現實元素 走這些科學元素 要寫得好 要跟回最近的潮流 不是 補充一下 無懈講的話 其實如果你說Kiosk那邊 因為他的設定上 有些東西是主角看到 有些人看不到 即是那些主角門 即是那些女仔 或者主角 那你的視點設定 那個切換 會有時會不斷地轉 會有一定程度 這些部分 一定會有些混亂 究竟這些東西看得怎麼樣 或他主角不像 看下的東西 看那些女兒 沒有穿衣 還是什麼 好像很古古言精怪 他裡面的東西 他網上比較多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當然 像上次我們Lutro Press 講過 Lutro Press 公司 他比較嘗試多些 即是每個環球都去試試 今次試Talent Case 的效果 就非常之好 所以最終 就是阿洞阿花 那些東西 阿洞阿里拉 他這個就 現實向些 即是 實在感重些 你也不會見到 那種不斷閃嘴 他最多是世界線切換 世界線切換 但你見到眼下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 反過來 七成二 三成幻想 其實你就算說 你世界線切換也好 其實他裡面 有很多事情 都是按照邏輯去說 即是你說你切換世界線 即是改變了過去 改變過去的原因 都是因為你那個邏輯 即是你做好某件事 令那個人的關係改變了 所以才回到過去 即應該過去改變了 所以 有一個邏輯跟著 是的 有一個邏輯跟著 跟你無端端 我幻想拔把件出來 是不同的 合理性那裡 會好很多 即是最後光暴 不會變成戰鬥向 可以跟暗黑島 即是戰鬥 沒有這些劇情 這個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SG完整度 挺高的 即是他OK的 那些很細微的腹筆 後期你覺得 很容易 覺得是合理的 其實如果你看動畫 有些東西 你可能未明白 這個肯定的 我也不怪那麼多 因為動畫始終26集 那麼大把 你有沒有可能講完 50小時遊戲的東西 但如果你玩遊戲 你會發覺有很多東西 它其實是很多重應驗的 所謂結果收束 例如說 如果有玩過遊戲 應該會記得 IBA5100 它擺放的地方 其實都是收束過的 但動畫就沒有提 即是動畫 他沒有提過 你說擺放神社 還是擺放什麼 不是 擺放在其他地方 明太郎 他拿不到IBA5100 的情況 其實IBA5100 一直都擺放在同一個地方 那這件事 動畫就沒有提 但是這些細微的東西 遊戲而實 有很多很多 都是證明世界線 其實是收束的 結果是會收束的 那 翻頂題 我們先講回動畫 本身你說動畫的劇情 和原著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有不同 原著本身是有六個Ending 有五個角色Ending 兼一個真Ending 而動畫就沒有太多時間做 真Ending 是比較偏向動畫的Ending 即是它是Ending 是一樣 其實也叫做角色Ending 如果他的Ending太偏偏 他很難夾到轉線風 即是Master Cruz 即是助手 因為很老實說 這個助手Ending和Maiuri Maiuri 是的 的Ending是一樣的 即是玩過就知道 其實是不同 那個 感覺不同了 這個男主角 但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當然啦 如果說真的Ending的話 其他Ending我不太多 我自己最欣賞的 都是這個 打工戰士 即是這個 阿文宇 阿文宇 是吧 那個Ending 真的寫得很好 最無厘頭的應該是Ferris 因為始終其餘 Ferris 和毅良 他這兩個角色 永薄 是 無法接觸轉轉 沒有 Mail 他只認識他爸爸 但毅良真的無法接觸轉轉 不是 他能接觸到 他是影響IBM 但毅良完全沒有影響IBM 其實這兩個都不太 我覺得都不太穿 所以他一集 你怎樣跟凌鱼呢 他在哪個世界線都很有用 你沒有他你死眼 你沒有好玩 你沒有助手 他裡面的角色 也有上一份量 即是他有出外表的女角 這個本身是色色的地方 你一開始不會知道這個現象 他有一個女的 他有一個女的 你和他的女的 原來如此凶狠 你又怎能猜到 你很激透 動畫好像沒有做到 動畫沒有做到 動畫沒有做到 他女的 沒有做過女的 有 沒有 動畫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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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 是女的 沒有說過女的 很正常 沒有說過女的 不要緊 大家可以知道他很凶狠 很凶狠 真正 師父原作 動畫重現到多少成? 八成 我想 其實主要的有八成 有 思想都說出來 基本上已經很成功了 我一直都覺得動畫是成功的 你知遊戲 尤其是這些遊戲 你重現在動畫上 很多時候都是很難做的 問題就是 角色太多 口供劇 那些人要跳來跳去 找這個 找那個 例如現在做的Face Zero 過去Face Night 他都沒辦法把三條線 混合一混合 搞到動畫版 古怪怪的 同樣道理 但如果他這個可以 是挑選了一群 True Earth 助手那一條 他又不會有這些問題 他可以做完完整性 也不會有一個違和感 他這個近期的 例子海貓 海貓就是這樣 海貓一次笑 你基本上都是一個 類似電子小說的遊戲 有一個影情動畫 不是 Side機是多線程可以選擇的 但是海貓只有結局 你怎麼拋一條線 你不可以說很難比 不是 你這樣說 純粹改出來 海貓有一個問題 就是海貓有些很關鍵的東西 很簡單 熊子出不完 那你怎麼玩 如果熊子出不完 那就沒什麼玩 那就等同Side機 基本上如果主線的東西都說齊了 重要的東西都說齊了 可能有些缺失的 例如說 很簡單 Maioli一開始扭過公仔 很多人都不太明白 但是那些東西 不是去到很重要 Metal Looper 那些不是去到很重要 所以 我覺得犧牲是合理的 始終二十六集 就沒有了 一定要犧牲一些東西 所以做個比較之下 變成這套相機 就會覺得好一點 其實 如果你說動畫和原作的話 我都會覺得原作好一點 因為始終完整性高一點 但是動畫有一樣東西很優秀 就是感情的表現是 很多 強很多 還有聲優做得好 對 聲優 其實換回另一件事 遊戲有一個限制 人物動態表現就很限於立繪的變化 立繪就都是 所以 所以 看不到變化 動畫就可能多了很多身體語形 特別是 這套作品的主角 他就有別於大部份的AVG 或者一些很正常向的 或者不正常向的男主角 他就很少站在這裏說話 他就會 自己扮 你扮一下吧 空州大家看不到 空州擺到你 空州擺到你 擺一下反聲都好 我不會擺一下 鳳王卷無懈 好 我們繼續 所以你說動畫 沒錯 他本身肢體溫然會有多些 以及 其實雖然是劇本也有功夫 花田實輝 是特意把感情加上去 你不提起 我都不記得這個是花田實輝 我一定站起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實中雷 誰知道 花阿田實費見到這個小孩 竟然 竟然讓他做了一套 神經刀來的 對 神經刀 但我覺得他睡覺的機會很高 所以我很害怕 九一之比 也好 追蹤出來的結果也好 但我也很想不到他在感情的表現方面寫得不錯 因為原作他 有件事壞 就是原作他的感情起伏好像是零 我看完之後就完了 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不知道有多少觀眾有感覺 但大部份 別說大部份 某些玩家跟我玩完之後都跟我說 那個End好像我收了 好像沒有什麼感動位 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 還有其他都是 那些角色可能鋪排少了一些感情位 其實不一定是說愛情的問題 純粹就算是Miley和龍太郎之間 對 剛剛那個後悔感 即是他犧牲了他的記憶 都開玩笑了很多 其實 如果動畫來說是 動畫來說會比較少 很沒計 對 不過我覺得遊戲的偏頗寧願多些 我覺得是偏頗的 但是都不要緊 最終出來 畢竟你始終這個助手是女主角 即是正印女主角 再加上本身動畫 大家 你不玩完作的 你不知道有多少End 你就知道 最終我看動畫只有一個End 所以你偏助手多些 擺多些時間去他的感情線上 發展我覺得合理 即可以接受 甚至可以說 在精彩的劇情之中 還可以透過另一面 或感性的一面 即是兩面都發揮得好 其實我覺得很完美 好 接著接下來我們下節 我們會繼續回來 開始慢慢副析劇情上 和鋪排上的東西 好 回到第二節的Style Engage 今節我們會慢慢副析劇情 主要其實 我這個我自己很私心的 我個人好戲 很想說為什麼 這個遊戲 或是動畫 是本身的劇情這麼吸引 其實 有一件事我覺得比較重要 是本身他復筆 以及事件 與事件之間在橫橫雙球 其實 或者如果你看動畫 你都知道 一開始可能第一集 有些很奇怪的東西 這些就是一定的復筆 為最後一集 而準備的 就算你一直以來 可能到前期 亂發的Dmail階段 獨立初又發一餐 哪個要求又發一餐 那些事情 全部都是報復筆的 問題就是 補得來 你會覺得 你這傢伙不斷發Dmail一定會出事 但你又不知道會出什麼事 你會覺得 那些世界好像沒怎麼變過 他是很全部戰爭地 一開始你覺得 好像世界好像沒怎麼變 慢慢可能發覺 不知道為什麼出業完 突然變成電器街 這個應該是第一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 其實沒有變化 但是比較明顯 不是很特別大 可能看不到 但是抽業完變了 你真的看得到 你感受到的 是的 很明顯的變化會慢慢開始出來 他就會慢慢試 到最後就說 原來這麼大劑 是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 除了 應該是說 讓觀眾去代入 男主角的心態 其實他很活該 就是一開始要落彩 那樣東西 喂 簡單貪心的 你一見到落彩 嘗試一下吧 不如中獎就開心 大家都會有這個心態 再試也無妨 才落彩這麼少的事情 再慢慢就開始說 越搞越大 變藍變淚 對 什麼變藍變淚 那你會覺得 寫下一個蔬菜的什麼問題 應該都不會改變 結果世界真的改變了 那麼 那 他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是全部漸漸慢慢上 那就會令你覺得 越來越入氣了 那當然 這件事其實 也都反映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套動畫 或者這套作品 本身他那個入氣的速度 是比較慢 是很慢熱的 他鋪線已經鋪了十幾周 其實這個也不單止動畫問題 他本身原作 我老實說我玩的時候 頭那四張 即四張到最後才開始有爆發點 他總共有多少張呢 原作 十張 十張 即是一半 是的 基本上 頭部始終我花了兩個禮拜 接著最後那些時間 我花了兩天就玩完了 嘩 那你可能知道那個分別是多大 一兩個禮拜之後就兩天就搞定了 因為真的 真的挺悶的 其實他已經 動畫已經做得厲害 就是把那些最好笑 最爆 最爆 或者最重要的那些 剪出來的 那不剪那些呢 你想一下遊戲玩的時候 你會覺得 嘩很長 那個感覺就會比較重一點 那當然 他遊戲其實還剪了一部份 就是他的理論性的東西 他也是把一些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 比較重要的 才放進動畫裡 但其實那些 我覺得就不一定 每個人都聽一名 老實說 就算是你科研 你都未必一定看一名 你要對這方面 有興趣 可能才會知道 有研究過你才會知道 是的 但其實那些 反而我覺得 不是說去到很重要 那因為 你就算不明白那個東西 怎樣玩 不明白那一刻 為何會發揮作用 令到他 時間回縮 都好 只要知道他沒有幾個 可以令到時間回縮 就可以了 這也是聰明的地方 就是說 你明白的人 你自然會覺得更加有趣 不明白的人 你看下去都覺得沒有問題 就是他的設定上 對 對 當然 這也是前期的事情 前期你看完 你還沒接觸爆點 你會覺得沒什麼 甚至覺得很無聊 江波龍太太 日常的火部門 很快樂 都正常的 不是的 很多作品 都開始是約常火部門 但這套來講 真的很慢熱 不過慢熱最終 可能有爆點 就開始大爆發了 第一次 就是 我忘記了那個組織 那個襲擊組織 FB底下的人 R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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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a是直屬F字 但FB本身也是僱用於Selen 有這個關係 和Selen是分開的 直到Randa 我衝進LAP的時候 舉槍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真正正正進入高潮 入政鞋 不是高潮 高潮後面 不是啊 這些是高潮 小高潮 其實最精彩的 我覺得應該是 衝進來那段 衝進來之後 那一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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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馬尤尼 怎樣去救馬尤尼 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位置 他表達了一件事 就是 甚麼叫轉網 遊戲有好動畫 有很多遊戲 他表達他 無論如何救也好 做甚麼都好 各種獵奇的死法 都救不到他 這也是全部漸進的 就是一開始 你說被槍射死 合理 你拿槍射我 我一定會死 之後 說被Randa 被車車死 都算了 被電車 被羅利 突然推過去 被車撞死 開始不合理 為甚麼羅利會推他 羅利的而出 那件事 甚至去到過份 發貨公司 被警察 向天開槍 榴彈射死 為甚麼不知所謂的死法 好像之前 澳湖有件事 台灣隔了四十幾個 都捨得中 榴彈 不是 是向天射名槍 因為地心攻擊 剛才撞回頭頂 很難的 很難打 有機會中 六合彩 那些 那些 證明不到 好物理性地 而言 是否都會死 以能力而言 是會死的 但問題是 是很不合理的 有機會率 那些機會率 這樣也會死 馬下槍 所以他會慢慢轉望 其實不是 令塔利說了一句很重要的 不是誰要他死 而是這個世界要他死 要他死 是這個世界的精神 這個世界線 要他死 我天都不要 就是SG主題 就是收束 沒錯 那就是這個世界線 收束 那帶了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主線 就立即明確了 就是怎樣去解救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看到 好像是很平凡 沒有什麼的 全部原來都改變了世界 那當然 他一開始 只是覺得 頭暈一下 沒事的 我憑氣而已 他可能會覺得是這樣 但到後期才發現 原來每一件都是難事 每一件都是改變世界 那他就慢慢開始拆解 就是爛灘子在這裏 你怎樣去收拾 插襲彈而已 又不好 同時你說在這個主線的拍展之餘 這個主角其實都在這件事 不斷承認 雖然他說一開始 其實他 他是很喜歡 但其實他也是扮出來 他本身上 跟這個 上閘的運動頭不一樣 他是真的喜歡 是個主線 他後面會了解 那個情況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他有解釋過 動畫都有解釋過 還有這個 這個 林泰林 他本身是 叫作說他是勇敢去面對這件事 他發現 慢慢 他會有軟弱的時效 但是一直下去 他都會繼續有一個堅持 所以 很多人都會說 這個主角是很出色的 雖然他很喜歡 但他很出色的 他喜歡也很出色 這個都會看到 本身的主角 一直帶他成雀 不是 舊馬這時候 他是放棄過 後來 因為有助手和打電視 幫他手 他才會振作回應 其實心靈上 多數是助手比較多 因為助手 他每次都可以很冷靜 跟這個 林泰林分析 失送他 你真的未來回來 然後幫他手 做建設性的意見 因為動畫來講 其實都多 原作就會更加多 其實助手 他的作用是在於 幫林泰林分析之外 亦都幫助觀眾分析 如果你玩遊戲的時候 老實說 你玩到上去 就覺得有點混亂 但助手跳出來 說完一類的 一零言 你又發覺 我明白這件事 很合理 說明極理 最大的問題 他跳了那麼多次世界線 你的腦子已經很亂 他的作用就會 幫助讀者分析這件事 而且你每一次拆解之後 世界又不同了 回到原本 其實這件事 比較難搞的 就是因為你始終世界線變了很多次 有時候 可能你一直跳 跳 可能IBM510你回來 其實那個世界 你可能已經不太記得 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先恢復 是不是原本的世界線 可能都有0.000多的差 有 他每一次跳回來 世界線是有輕微改變的 大概輕微改變 未足以去到 令到那件事發生一個很大的距離 他目標是拿回IBM510去查D-mail 所以有些其他微小變化 不會影響他這個主要目的 他就不會去care 應該這樣說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你說最終他一個拆一個一個拆一個 其實每一個拆解 即每一個世界線 重新回到之前那條世界線 都代表一件事 例如說最明顯就是寧宇這個 寧宇這個 就是如果你要回去 寧宇他就要失去跟他爸爸的記憶 要當這個爸爸不存在 但問題就是 對於寧宇來說 其實這一點不痛苦 即他根本 他回到他的世界線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件事 沒有了整件事 但是對於寧太郎來說 他就會覺得自己做錯一件事 因為他唯獨是他記得 唯獨是他會覺得 因為我亂搞一彈的事出來 然後就搞到別人要犧牲這麼多 當然寧宇的感受比較深的原因 是寧宇那段劇情比較長 他比較長的原因 是因為他本身是John Tyler 所以騙的東西比較多 但如果你說到重要性寧宇 只是一個感情 和你爸爸相應 說菲利貓其實是他的命 那為什麼呢 有人會覺得菲利貓那條線寫得比較薄 但我會覺得 這個都要一個深思 他那個嚴重性比寧宇更厲害 是啊 沒有說哪個嚴重 兩個世界都是真的 但問題是 你走這條世界線 現在世界就不存在 你沒有說哪個重要 因為兩個世界都這麼重要 問題是說 現在你在這條世界線上 你見到菲利貓的爸爸是在山 你回到他爸爸就會死 但問題是爸爸原本就不在 如果以輪太郎來說 你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你現在站在輪太郎的南場 你見到他爸爸 你敢不敢按那個按鈕 你按了那個按鈕 你按了那個按鈕 你就是殺了菲利貓的爸爸 而這個問題是 eduha 因為那件名字也是飛 LOL 他本來不知道 翻到他也發覺 我一向都要幾點 但現在egen heir時間 那他 effectively把所有 students要一个肩負所有 他會記住 他的老網 曾經令到到 人家家爸死亡 在互相 今日は using the Could be 所以 這就是心理壓力 ENCY 有一群話你說得正 但事情是沒有變 在ron der 世界的因此生存 那他怎麽來得,他死也很正常 最重要是那段記 問題是當你有機會讓他翻山的時候 又要讓他死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你看著他死 你會覺得自己很殘忍 還有你最主要是說有些事講成不值得 你一開始是為了好玩才會這樣 因為好玩就跟你爸爸又死了 你加入我們的步,你給我們機會用些甚麼 就是這樣玩嗎 所以如果你說弱的話 可能只是純粹說藝良那條線應該是弱的 男和女不是分別的 我想套租藝良那條線是男也好是女也好 都不會抓到IBM5100的地方 有的有的 他講到他打掃的時候男和女不同 就是他以前打掃的時候 是弄壞了IBM5100 導致IBM5100擺放的位置不同了 有的遊戲 因為動畫沒有 動畫沒有就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他突然進去那邊 我也看見好像真的沒有 不過這個小小表演 最主要關鍵是 第一點是靈粹回到過去拿到IBM100 第二點是菲利斯亞伯沒有買出去 第三點是阻止到彎他們拿走IBM 我都不太記得五時是甚麼 不知道有沒有給我改 那一點都不太記得 即是他是實質地 然後學甚麼不知奇怪 但動畫就好像完全獨立 但其實都不要緊的 因為怎樣說 老實說就是匯碟效應的問題 他變成男性和女性 他是男或者女性 始終是IBM5100 既除了神社的話 是會有些影響都不奇怪 但可能我們不知道甚麼影響 但當然動畫他沒有提到 是有點過失 因為我都不太記得沒有提 我看完 我玩完我就知道 我一定記得 我不要記得動畫他沒有提 所以你說我一直走出去 可能走到說這個 文玉 比較像是文玉的生存意義 其實這個對他的影響 又不是很大 但我覺得文玉 他根本可以開過之前故事 文玉本身是沒有 沒有N 沒有N 這麼神奇 原作的六個N 對 Future一個TrueN之外 二三四 真由你 不是 Maioli Maioli 是否作者真 要給他一個N 不是的 有個Jama CD 都是以圍繞文玉來發展 算是圍繞文玉 那個比較特別 我覺得他有一套東西 也不算好 那個Jama CD 是講龍太郎 然後加入ZeroN之後 就是講講LAP的人 很有趣 龍太郎 這麼有趣 這是世界事 他跌了LAP 不知道是2.6 還是2.4 過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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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選擇 就是要買了Maioli 或是助手活 前面還有一點 可以說是顯像館 FB 但是動畫 就鋪得比較奇怪 就是一集過 就爆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前面好像沒有鋪過 這裏會不會是原著呢 因為純粹是時間比較少 其實原著來說 還有一個很兇惡的小萊 那個應該是第九章 沒有記錯 那個我覺得是整套 第二個非常好看的位置 因為有小萊 很兇惡的小萊 這段 但他竟然完全沒有表現過 沒有表現過 不可以太適合的 不是啊 你沒有時間和主線 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你知道最重要是 回到沙基那條世界 那小萊 是不是兇殘也好 其實之後就沒有了 對 對 所以他這樣改 都不是說去到大問題 但是 我都是那個 對於小萊 理控的人 就是學識 我記得 我記得那一集 有不少台灣的原作人 跟我投訴 完全不同了 我都說 他這次原知成立就OK了 其實時間來說 我覺得他用一集說完 但是是合理的 也不能再花兩集 但是他之前就沒有表現過 天象館先生有什麼問題 原作也是這樣 原作也是 那時候才爆 但是他之後 天象館先生 他說的話會比較多 其實如果真的要說的話 就是天象館先生 算是一個為女兒 而特地一定要做這件事的人 我記得他原本有說過 他家裡沒什麼錢 很療賭 那些東西 睡街也不知道什麼 總之一定不是富有 為世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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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做個監獄 做一單 最後一單 你好像見到輪太郎 現在要殺死 就是殺死 你剛才說了 殺死 人家爸爸 為世所迫 我都要這樣做 FB一樣 我也是為世所迫 我都要找餐飯吃 我都要做事 那些事情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可以 因為你剛才提到輪太郎 那個問題 就是他原本有得選擇 FB也可以選擇 好骨氣地餓死 他可以 但他不行 他不可以為他的女兒餓死 你要知道為自己和別人不同 他餓死沒問題 他不可以叫他女兒死 是他加入了之後再生個女兒 他如果退出之後 他的女兒就會死 所以他本身 不過他動畫比較有小描述 而他遊戲那段 其實真的比較長 遊戲那段 特別是他的女兒 真的 我很想偷 為什麼 偷了 很精彩 真的很精彩 不說一點 其實 這個顯仰廣先生 他不想他女兒牽涉到其中 但最終在這個遊戲裏 他女兒是完全牽涉到其中 完全牽涉到其中 完全牽涉到 他還用過時間機器 做過一些很恐怖的事 應該是不太多了 大家看看 我剛開始有網友說過 動畫前期剪了什麼 時光機微波爐 突然會被開了 玩完就說有 但動畫沒有 是不是應該是剪了這件事 她的女兒有關 已經剪了 算了 大家看完完 如果大家不想聽 剪了這件事 你用一句 阿力輸說你加說 I will be bad 什麼 這兩分鐘大家不想聽 剪了他 下警告 大家跳兩分鐘 簡單來說 這個小萊莉 其實是 繼承了 15年 15年 15年之後 又是Wanda的成員 而她的責任 本來我看了 好像30歲了 而她的目的 回到現在 她的現代目的 要拆死民族 簡單來說大問題 就是那時候 那部這樣的時間機器 只要跳兩天 所以她要跳15年 就要跳幾千次 不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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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了幾千次回來 就是為了殺民族 好 問題 他殺完民族之後 過了幾十年之後 又用時間機器 再殺得這件事 就是不斷這樣 就知道這個爸爸在他們面前自殺 遊戲知道 動畫沒有做 在遊戲裡面知道 她的爸爸在俄格比人面前自殺 她就覺得 你們這些人逼死我爸爸 於是就這樣報仇 於是就跳15年回來殺民族 以及其實也在不知 二零二幾年 就殺死這個俄格比人 就折磨死她 對 二零二幾年說俄格比 在那一年死 死因就是她 她回來殺死她 那為什麼不殺她呢 就是 因為她回來想殺她 但殺不到她 她說 我試過很多次殺不到她 即是 現在命不該 我不可以殺 我殺你 怎樣殺到你都不會死 但都正常了 即是世界線收縮她 一定不會死 一定不會死的 他就插了她的手 然後撩她的身後 是啊 他永遠虐待的事情 他秉承他15年後去做的事情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事情 真的很瘋狂 很扭曲 我覺得最無骨悚然 是跳幾千次的東西 曾經動畫 不是遊戲 也有提過 就是說 當時做好這部機器 時間跳的機器的時候 助手也有提過 就是 老茶會 只可以跳48小時 不是 可以跳大多次 還有她說 她說不斷跳 其實會對你那個 本身的人格有影響 其實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很簡單 你一個人 十歲的年紀 但你有三十歲的思想 其實她的內裡就是一個 一百多歲的夫妻 我不知道 就是 維多利亞 利加 利加 他覺得奇怪 但他最終說這句話是在這個小蘭妮身上應驗了 因為如果他不斷禁止的話 他的記憶我們會繼承 對 不斷繼承 但再加上他抱著一個當年看著爸爸被殺的執念 然後醞釀了15年回來再殺人 整件事是變態的 是很瘋狂的 所以這個就是精彩精彩在這件事 精彩在他變態 我覺得是精彩在他變態 都說是劣奇的 小蘭妮的 我們也不止兩分鐘了 要不要繼續 回正題 說回最後 就是兩難局面 究竟是選擇助手 還是Muyo Lee 兩個之人活一個 要選巨人貧瑜 如果不跳完完每條世界線 Muyo Lee就會死 跳完助手就會死 其實很介意 Muyo Lee死是世界線收束 但當時江南應該未肯定 他會死 看見他疑似死 所以這也是拆解最後的方法 但是很正常 你看到一條狗 在全身上 你會覺得 玩都要搞定 肯定被人玩 這個保命就是用了海貓熊子的方法 跳過熊子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再詳細一點 就是說 第一件事就是 Muyo Lee在這個α線死 其實只是靈語房 靈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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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0.999 全部的線 Muyo Lee一定不會死 其實真的不知道 可能 他的標準是 跟他 如果是雙統治世界的標準 即是他是0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 Muyo Lee死是因為第一封D-mail發出 第一封D-mail發出 Wilder一定會去回收機器 回收機器 就一定會將知道這件事是Muyo Lee殺死 所以只要你D-mail去送出 就一定是α世界線 所以這個α世界線 就一定Muyo Lee會死 即是不可以讓D-mail發生 因為Muyo Lee死了 才會發生 那麼多事 但至於D-mail不發 Muyo Lee死不死 其實都不知道 可能跳回 可能你到世界線 兩年之後Muyo Lee死 一腳會死 被車撞死 什麼 都沒有關係 這個當然是保留的未知性 但是 至少就是 你不知道你這條路是怎樣 你這條路是絕路 你有這樣的機會 你就去試一下 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你說說到這件事 說到最後 你去Thailand Gaze 就是說這個 完全不受這個世界線 收縮這件事的影響 就是這個未來 是無限的可能性 其實都不知道世界是怎樣 可能 其實世界沒有未來人可以看 可能明天一支導彈 不知道怎樣飛過來 全部都死了 那怎樣 這個結局 沒有人不知道 其實他用這個做結局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告訴你 要的不是一個Good Ending 沒有人知道這個Good Ending 特別是 林太郎 在這個Thailand Gaze 的世界線裡面 已經不是一個觀察者 如果不是一個觀察者 你不會知道未來是怎樣 的話 你唯一知道的東西 就是你有一個希望 這樣 所以 這個其實都算是一個 他本身涵蓋了這麼多世界線 最終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告訴你 其實他不是要一個 很美好的世界 只是一個希望 這個希望在這裡的話 這個將來 可以存在 這樣 好了 接著回來的大頭 我們就 你大頭當然是因為 有問答片 對 Q&A 對於部分 有看動畫 沒有玩過原作的讀者 而言 也沒有看官方設定集 可能有很多地方 不明白的 那你就要請教 沒有鞋帶人的 沒有啊大哥 我答不到怎麼辦 你要看前段集 我們只是靠你而已 真的 好了 第一個問題 我比較想問的 就是 凌宇為何回到過去 有一兩條線 一條他知道他爸爸 是喬田 阿肥佬 然後回到去 一條他不知道他爸爸是肥佬 回到過去 但兩條線 他後來會變成喬田 為甚麼呢 因為世界線 收拾 真的回答你 真的回答你 很簡單 其實他 知道他爸爸是聖喬田 那條線 理由就很充分 跟爸爸姓很正常 不知道那條線 他過了這麼多年 你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因為世界線 當然 其實我也覺得 這是入對靈 你這麼說 但對 你不能夠質疑 必然結果 因為他本身是這樣 知道他二千年 一定有一個叫喬田的阿婆 就收了阿肥佬 然後死鬼 就是這樣 還有你 當然也這麼說 你不知道他在哪個範圍之內 會收束做這個結果 但最終他這樣自稱 不是唯一去到很大的問題 再者 其實我也覺得 就算他這個自稱 他可能是承諾不利 又不是去到很大的問題 可以接受 但我當年跟你一樣問過這個問題 然後就發覺 收束吧 好像放棄了 我便收束了 其實他有很多問題 官方都沒有解答 不過民間有自己 推測 推測 例如 推測上面就是第一個 就是第一封DML問題 你見到動畫 我看見動畫 就是 光暴太郎 關了 不知伺服器那邊的DML之後 世界變成原狀了 但問題就是 竟然 DML是這樣的 然後看動畫原理 就是在違法的世界定律 你發出去之後 去了挑你的世界線 你是沒有發送的紀錄 但是有收信的紀錄 但問題是 你生了DML的話 世界不會改變 不知為何就生了 雙方的DML 就可以改變世界 我明白 但你想說的是什麼 我當時也有這個問題 我記得官方的答案 都很軟 都很軟 我記得官方 你記不記得官方的答案是什麼 我記得他大約說 其實用DML DML這件事 本身已經違反英國律 所以當刪了這件事 刪了DML存在的證據的時候 就可以將整件事扭曲 其實我說 沒有解答 沒有解答 但是 反而小說版那件事 就比較合理 小說版那件事 就是說 其實 他說Selen 有一個系統 就是專要來 去收集所有信息 但收集回來 就不代表分析 即是說我放在這裏 我可言分析 我分析了 才會知道 才會有行動 所以就是說 當你本身 如果Selen 終於發現了這封DML 是很奇怪的 他再分析 分析完之後 就會叫Router衝過去 就去突襲LAP 所以是用了一段時間 就等於閉路電視 錄了 他不一定要用的 是 那晚 發生了事 他翻查記錄 原來有這個可言的男人 他就衝過去 所以 反而小說版 會變得比較合理 如果我還沒看之前 你刪除了 那我就不知道 我看過事 即是當沒有事情 發生了 那你就可以回過去了 他是這樣解釋 因為如果用 刪除E-Mail 發到過去 這樣 令 手機那條小 即是幾個事件 只要後面的人刪除E-Mail 可能助手E-Mail 爆了後 我刪除了 那一刪除E-Mail 可能是二千年收到E-Mail 但可能 那個組織 二零一一年 或二零一二年 才解釋了E-Mail 然後再做組織行動 回去做改變 那就合理了 反而太舊 那些 反而不是太適合 你所說的 那個組織很久未成立 或者那個系統 根本未存在 那就沒問題 反而最關鍵 就是一開始那封 如果那封 不在的話 就甚麼事都沒有 應該是這樣 即是說 那個組織 可能是十年或一年之後 即是解封E-Mail 而江部看 他們看到這封E-Mail 之前刪除了 那就沒問題了 這個我接受到 可以問原作才知道 其實第三個問題 有些細文就不管了 第三個問題 我想問 即是 都是解封E-Mail 第一集 見到 倫太郎 見到 即是見到 麻美的屍 看見助手 你真是想麻美死 看見助手 見到助手 躺在地上 接著 然後他發電郵 不 他不是發電郵 他發電郵 他發電郵 給肥佬 他看到助手 被殺了 然後他按個按鈕 就先回到世界 這就是因為他發電郵 但問題 如果根據我看 這麼多動畫 應該不是按鈕 那時變 而是收過的會變,解釋來說,例如說,輪太郎發送給喬田志, 發送給天日中六合彩,叫他去買,收訊那方要做出商業改變,有個社會才會改變。 其實我想說那方是DML,收訊是七日前的事,你按那一刻他已經收了。 但問題是收一個他不做任何行動,像買電話那樣,他不買,世界線就會變。 其實是不關收那個做不做事的事,現在是有風點,後期被商發現了, 接著他一連串關係,而變成了超過世界線。 不是,我討論的問題是世界線何時改變? 我知,你說要有人看了風野,但你想想,為何要是一個人看了風野呢? 其實,如果七日前那個手機多了風信息,這個世界已經變得不同了。 而且,就算我當,沒錯,你的理論是對的,可能有人看了, 你說很簡單,通知衝過來,看了風信息, 咦,為何那麼奇怪,七日前發送給我的東西, 那,那個都是七日前的事,所以都是按那一刻的,沒有分別的。 你會見到,動畫,不知道完成了怎樣,但動畫有做過。 文旭收到風信,叫他不要買手機,他沒有跟,世界線沒有變過。 文旭收到風信,說比賽中打什麼牌,他收到,他說他收到,但世界線沒有變過。 即是你會見到,當時人行動,他收到風信沒有改變,世界線是不會改變的。 不是,他們之所以不變,是因為那個世界線變動力不夠高。 即是很簡單,就是說,通知收到風信,最終你贏不到比賽,沒有那麼可變, 而世界線的變動是少於六個位,六個位少數點的話, 即是兩兩幾個。 是的,零太郎就感覺不到。 其實那個計之所以只有六個位少數點的原因, 是不是六個位還是五個位? 我不記得了,五個位還是六個位。 之所以有這樣的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是零太郎才能觀察到那個範圍。 而傳的那些Dmail,那些無關重的Dmail,其實是可能改變了世界, 但十幾個少數點後,他就不知道,零太郎,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影響到其他東西。 對,影響到可能他多通Dmail,但最終的結果都是,我也是要剷壞的。 輸法不同,死法不同,這樣就不會改變到。 應該不會改變到,應該說零太郎不會感覺到。 唯有只是一些可能改變的事情改變得很大, 令整個世界完全不同了,他才會知道。 其他一個我剛才會問這個問題, 又是關乎江德河的魔眼能力, 即是他我不知道什麼邪眼, 因為他就說他的能力是怎樣? 可以獨立在世界線觀察到, 即是世界線怎樣變都不會回覆到的記憶。 但問題是這個能力是何時發動的? 我沒有說到的。 這個是說了他小時候發燒。 即是何時發動到? 動畫看到就是,如果世界線變動,他會察覺到的。 但這個問題又來了,如果他是獨立的話, 我當問吧,7月4日他發Dmail,他感覺到7月4日變了, 但7月3日他會不會感覺到?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問題。 感覺到也沒有所謂,因為他沒有7月3日的記憶。 他沒有之前的記憶。 如果感覺不到問題, 7月5日他會不會感覺到7月4日他會改變世界? 你論上,因為7月5日都變了, 7月4日變了,7月5日都會變。 其實你這個問題就要說到複雜, 你例如說你7月5日有一個世界線改變的記憶, 你想問7月4日有沒有,問題是他不會有7月4日的記憶。 令太郎本身的記憶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的摩扣眼能力, 所以他的記憶是由不同世界線、不同日子所造成的。 因為現在這個定義是含糊的, 我們所謂的觀察, 現在的江布隆太郎他的記憶變動, 但過去有沒有變動, 未來有沒有變動,我們不知道。 其實過去有沒有變動都沒關係, 最重要現在這個世界線是怎樣的。 過去,因為他不跟其他人, 其他人如果世界線改變了之後, 他的記憶整個會全都會喘改, 所以會喘治了。 問題是說,令太郎沒有這個, 他反過來是說, 他之前記得的東西一直都記得, 就不會重置的。 所以,你可能轉了世界線的話, 例如說,我現在是令太郎, 我超喜歡的, 我突然跳到0.8這個世界線, 但在0.8這個世界線, 之前的所有記憶, 我全部都不知道。 可能我和你已經成了這個患難之家, 或者我殺了你, 我都不會記得的。 即是沒辦法, 這個舞台是仇人的, 什麼都不知道, 好像梨花跳了, 不知道, 這個仇人, 但他就會知道, 你倆都是世仇, 一早就知道, 你不記得了, 你也有魔眼, 他原來, 魔眼也有方便和不方便之處, 他忘記了之前的東西, 但反而菲利斯, 和Lukako, 他都記得之前一些, 他在兩邊的世界, 我覺得動畫好像很像, 其實每一個都有, 有解釋過就是每一個都有這種能力, 不過只是少, 你發覺他動畫甚至連馬尾哩和助手都有, 馬尾哩有的, 馬尾哩有的, 馬尾哩也有說過, 我夢到自己不斷用不動畫, 不斷寫著自己, 發夢見到其他世界線, 有部分會用這個設定, 還有助手最後一句, 這個我不是助手都很明顯, 說到了明告訴你, 我記得了, 其實都有一些, 但是, 有分強弱, 沒有玩強弱, 當然啦 我覺得他們這些配角有這種能力 學小型的說法 因為接近輪迴的中心 光幕太郎 所以多大都會貼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不懂得解釋 因為這些是IF的東西 你怎麼解釋魔幻 都解釋不了 但我覺得他們幾個會有這種能力 只有這麼多的能力是為了圈掩 圈掩的那種情感 你有多少人又不記得 幾吊鬼 但他都沒有解釋過這些東西 沒有的 他沒有怎麼解釋 唯一的解釋是2000年千禧年那一年 是世界線有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動 而那一年寧太郎也剛好病了 官方推測相信是那一年的這件事 燒壞了腦部份 對 燒壞了腦部份 燒掉了淨化 令到他有這種能力 變了尿掩了 因為吊鬼就是所謂的現在 就算你說2030多年 所謂的光磅太郎會傳送給2000年的輪太郎 跟他講 那你見到 如果用2030年的光磅太郎 它那時也是現在 即是說 如果過去2000年的輪太郎 用DMI改變的話 2030年的光磅太郎 應該會感覺到一些東西 不過又反過來 如果你說2030年的光磅太郎 即是說最終Beta世界線的東西就不同 因為Beta世界線的東西 它用時光機 就不會用時間回縮 時間回縮呢 基本上就不可以說平衡世界 因為只是一個世界轉移世界線 跟你時光機不同 因為時光機真的可以 時光機是和事實存在的 你會見到可以有兩個輪太郎周圍走 而你時間回縮就不可以這樣 只有一個輪太郎 所以正常來說 時間回縮 你不是說做不到2036年的人聯絡我自己的東西 但是 因為你本身DVTL都是將來的人聯絡我自己 但是就不會說出你所說的矛盾 我的問題就是 所謂的現在 即是2035年的光磅太郎 我認為2035年的光磅太郎 即是如果2000年的輪太郎 在亂搞東西 亂發DMAIL 2035年的輪太郎 會不會感覺到東西 嗯 因為感覺到 過了 因為我比較在乎人的動畫 我知道你說甚麼 現在是2011年這樣計算 2036年那個人發DMAIL 你2011年搞到你整碗粥 你會不會感覺到 2036年來的無限 這件事 首先要看基礎 就是2036年的輪太郎 究竟是不是在同一條世界線 如果是的話 理論上來說 他所做的事是必然了的 他一定會做的 那就應該不會有什麼改變 即是他在記憶裡面 我已經做了這件事 所以就沒有問題 不是 他不是做這件事 他是修過2036年他自己的 還有這件事 我覺得要講表類的世界線的問題 例如說我現在這個 你是2036年的輪太郎 你就可以搞了一塊粥給以前的自己 那之後如果那個世界線改變了的話 基本上你不能用平人世界來形容 但這兩個世界已經是不同了 因為他的世界線變動率不同了 所以他兩個就算是最終的記憶或感受不同了 是不奇的 那或者你改變了以前的世界 搞到一塊粥的話 其實可能在這件事 搞到一塊粥這件事發生之前 那個世界線變動已經和你2036年的世界線變動是不同的 我講得很複雜 我明白的 魔眼發動是因為他的世界線跳到另一條世界線上 其實他跳到另一條世界線上 是你發DML的時候才會跳的 那你之前已經在那條世界線上沒有動過 你本身是屬於那條世界線上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 應該是這樣 Sendie之後 你這個左邊不會變 只是你跳在你的世界裏面 即是你當容器 你都在你的容器裏面做這件事 但之前的事就不會變 即是世界線可能有兩條 你由這裏這個位置跳到這個位置 即是這樣 如果不斷理解的話 即是用無懈的解釋 比較難理解這件事 有看過小說 如果是類似科幻小說 科幻時廷都大概明白 但我真的動畫版沒有一點 因為他的世界線有一點比較衰 就是因為他不是很強調這個平日世界 即是強調的始終都是 其實你可以 我都說如果你不是很明白 你當他平日世界都是OK的 但始終他沒有兩個理存在 所以不需要用萬對靈的平日世界 推出來要擋子彈 那不用了 反而你說扔到時光機 就都沒得解了 基本上 其實都可以不是平日世界的 但那個會更加複雜 那最後一個問題 時間不太多 是關於結局的 結局最後 林太郎就坐著 跟達東電視 坐著時光機 回到過去 要佈置到現場 好像助手被殺 他就說 不要違反時間血龍 總之過去發生過事 你要跟過去這樣做 不要光擾過去 那我不吐租說 為何之前加了那麼多時間 改到100周 再加到他 最後問題是 其實最主要是 光榜太郎 過去 見到助手 躺在地上 他出去會發電郵 但是他回到過去 好像沒有改寫 這件事 即是他佈置的助手 好像死了 沒問題 但他沒有阻止過去的自己 出去之後 會發電郵 如果他 阻止自己 一出去又再發電郵 他不可以阻止 他不可以阻止 他阻止的話 他根本不會有 今天的距存在 你想一下 這個就要說到 一開始 你第一集都看到 有封信號給你的 那封信號是花的 甚麼都看不到 那為何後期 要殺了一次錯 首先看到 要去到世界線 不是世界線 他當時沒有主演 要經歷過所有事情 即是整個故事 你都要關掉 那條件都齊備了 你才能看到那段 現在也一樣 你要拯救助手 一定要關掉所有事情 一定要進入Alpha線 死個N 那麽萬次 之後再跳回Data線 還要殺助手 然後你才能看到這個理解 這是條件來的 如果你阻止了他 整個SG的所有故事 都已經沒有發生過 還有他也不可能跳出去 你阻止了 這是真的 解釋不到會發生甚麼事 他故意不說聰明 就聰明在 他不會陷入一個 因為其實你以前的自己 現在的自己 不是 將來的自己 記得現在的自己 這件事是不能理解的 始終你是解釋不到 在一個邏輯上 我記得當時我釘了 有傳電郵 我記得這件事 我不會讓你一個自己 阻止自己傳電郵 因為一定要發生 其實動畫都有提過 有講過 不過 不過 不夠清晰 不夠詳細 他只是說 為什麼現在看不到 為什麼現在看到 那些以前看不到 那些 不可以刪除過去的自己 動畫 他說不要浪費時間血 不要跟自己過去相衝 但是 他的動畫解釋很短 然後我回吐了說 你之前不斷改時間設定 不斷改過去 男友女女都改了 你現在才說不要浪費時間血 因為時間靈略 你自己看得到自己 會差很遠 而且 這個時光機 就不是時間 我知道 因為你正在思想跳躍的話 其實 那件事會簡單很多 不合理性會少很多 那我剛才說 時光機和DM有不同 我個人理解 DM由設定到過去 會刪除那邊世界線 但時光機回到過去 是過去一部分 你見到 喬田靈回到過去 是過去一部分 不會刪除那邊世界線 就是 我這樣理解 你也可以這樣理解 其實DM有一個概念 他一開始 可以說得更清楚 就是 現在說不到的原因 是因為 龍太郎有魔眼 如果龍太郎沒有魔眼的話 他都不知道 其實他不知道 他生了DM之後 他都不知道世界有改變 他不知道只有DM 可以是這樣的 問題是因為他有魔眼 才會顯得獨立性 為什麼叫做觀察者 即是做實驗 白老鼠要人知白老鼠 要白老鼠出面 外面做科學家 才知道白老鼠 對 始終少了兩個你 這些東西 是方便很多的 即是 還有只有一個世界 複雜 你變來變去 都是說 我一個箱裡面 很簡單 一個箱裡面有個例 你戳24 都是個例 和你無緣無故 把東西放進去 再搓是兩回事 好啦 那大家有什麼其他問題 設定上 另外我剛剛看到一條問題 就是問 為什麼他會直接接駁到他的箱 蛤 蛤 即是說肥佬的電腦 接駁到機關的電子 噢 動畫就接駁到他 其實官方都沒有解釋過 誰 你說肥佬為何會接駁到他 還算是 即是他會直接連線 肥佬厲害 不是 他說是自己連線 哦 是啊 因為他本身 這個動畫好像也沒有提過很多 就是說 本身NAP的那部機 其實是直接接駁到他 直線 直線 即是平常你平常上網 你會知道會經過很多伺服器 你又透過什麼香港伺服器 連去法國伺服器 連去不知哪裏 連去伺服器 即是HAT卡都HAT了你那部機 就等到他 他不是他整條線 直接是一條直線 即是光纖 是的 光纖直接接到你家 挺開心的 哇 有沒有解釋過為什麼 沒有 但是民間有個比較可靠的說法 你說這個 就說 FB 是他在他樓下 那FB是RUNDA的人 很合理 很合理 就算你是RUNDA 你申請服務也不會用回 自己的動作 也不會用回 即是我是 當我是A機關的 我申請服務也是網上行的 不會去A 你給我 你們寬敏線我 我不會這樣的 我覺得很奇怪 會接條線 起碼有個可能性 有條很關軟的油槽在下面 那麼他接條線 喂 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趕到香港 不是因為 那裡的LAP 好像是 景象館租給他 是的 所以都有可能 如果你不是直接連線 就可能被人 hack了進去 如果你這樣說 不明白 Hacker 沒有錢 身體寬敏 Hacker 用他的技術 駁到FB的寬敏線 駁到機關那裡 就是這樣 要抽水抽市抽 抽電抽煤抽油 對 我也是這樣 挺好 所以輪太郎要上2CH 就要先過了雙 即是去了法國那邊雙碼 又在日本的雙碼 沒錯 奇怪 撈日文網特別慢 發覺的很快 我們講一講 為何我們去大陸 發覺台灣 因為台灣是去美國西華 再去台灣西華 所以現在去台灣特別慢 講完 好了 電腦上的問題就對了 對不對 還有問題 沒問題的 在國波動問 部下的交釋 接著下來 其實問題應該很多 不過 一時三刻想不起 又或者根本都問不完 有些其實都幾複雜 有些都幾複雜 是 你可以寫一本書 上班問 我一直不敢寫 因為我怕被人問 你知道嗎 最簡單的相當 可以寫一本書 課金時間間 都可以寫一本書 你要明白 你看那些書 不是的 我公道怎麼說 雖然我很喜歡 斯坦基斯這部作品 但其實他有些事都 有筆位 當然 有筆位也有大有小 例如你所說 第一封D-mail 這個筆位比較大 也比較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解釋 你沒有解釋這個筆位 整件事是不成立的 那 只有一些 盡量去拆解 其實官方應該解釋 算吧 可能那小說歌 解釋更好一點 改小劇情 可以解釋到 我覺得可以的 只要你說小筆 其實是不少的 我覺得有些是 最起分 但有些小筆 很明顯是存在的 那這些 大家都可以說 我有疑問都可以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但就算你說有筆 也好 其實這部作品 我覺得已經非常完整 因為其實這部作品的複雜性都很高 始終你會拆這些時間機器 拆一些科技 現實上都沒有 基本上大部分 複雷科幻 關於時間的 就算你說梅度過去 也好 其他一些少許都好 都不少有筆 看差的問題 大還是小 還是十字尋不到 還有他 他又下載了一些 自己本身的一速度理論 即世界線那些東西 其實他最終做出來 又不濫 又挺有意義 挺好看 那些劇情又挺正 的聲音是很好的 這個我覺得 我作為一個 比較喜歡這些 那些什麼時間 那些科技 或者那些 XF的觀眾來講 我會比較欣賞 這套作品也是這個原因 普通一個AVG 你要寫得好 其實不是很難 但如果你要寫這個題材 要寫得好 就真的 除了你要深思熟慮之外 你也要有很多的知識支持 很耗功力 對 最終來說成功 我覺得 其實是合理的 這套作品來說 都合理的 你想想 你鋪那麼多伏筆 你就要收回所有 不要忘記一會 其實他這套也很厲害 就像我剛才所說 他一開始動畫也好 他那些副筆的方式 就是全部點進 解的方式 就是全部點進 其實他做出來 都很漂亮的 整個效果 你不會覺得有些位置特別突压 有的 不是說去到 整套東西都超級開 那樣 你說部分有些瑕疵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最終你說出來 整個效果是漂亮的 跟之前那套運動 真的沒辦法避免 之前那套算了 快速抹上去 最後 講一下動畫的表現 什麼作畫 各類的東西 作畫 你們怎樣 作畫 他的作畫算了 他的作品 我都不用說這句 但真的算了 那不是你想我說什麼 他比較壞 我不知道他原作的畫師 他原作的作畫很獨特 很獨特 水彩畫 又不完全是水彩 差不多像鋼筆那樣硬 又不像鋼筆 我不知道我未成不合格 他像那些 怎麼說呢 油掃不是濕潤的 油畫或者廣告彩 但畫到掃用到乾了 然後那些 刀出來的那種 好像你把一張紙拿著 然後刪除那些裂紋 這個是他很主要的 一個著色的方向 然後如果你要把它變成 一個很實色的電視動畫 其實是很難的 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能 做不到的 即是你好像將一個 剪紙圖案 一些收賄 引像掃描 變成完全兩件事 因為它不是實色填滿 所以就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於是作畫風格就大幅度 其實它原作本身那些 我看到它的色彩 都不是很分明的 即是不要畫一些 都是冷色系的 所以其實我預計 我用畫版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作畫 因為它是 剛才說到那種 粗的油掃那種風格 有時候有些位置就是 可能兩個不同顏色的掃 這樣交叉 交了一個位置 重疊的位置就是想畫的 但它有些做邊緣的位置 就是兩把掃 有些之外的筆觸 但是動畫是不會有的 就很clear cut 是一條實線 所以它的效果 真的很軟 其實這套作畫 老實說 我自己認為 都覺得算懶 有些位置都很崩 你看看助手出場的次數 跟它崩的次數一樣 成正比 為什麼介入他崩呢 不是說跟他原作的插畫 有風格差 因為很正常的動畫化 和原作的風格不同 但問題是他崩的地方 是眼、耳、口、鼻、手、腳、腳 就是整個臉 就是整個臉都歪 就是整個臉都歪 那我不說了 你有沒有看過Toy Story 知道哪個叫薯蛋頭 什麼口插在眼上 眼也插在鼻上 那些 那些是獅子 他什麼的 不過真的 這裡的畫是真的差一點的 是真的差一點的 不加思索 但是 但是也不要緊 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很看畫的 當然其他就 你好像有買一本東西 我買一本東西 那本東西不是動畫 動畫那本我不會問有沒有人買 那本東西不是動畫 那本東西不是動畫 遊戲我覺得是OK的 那些畫 挺有個人空格的 但是動畫就是OK的 我們現在說動物無雙 那當然是動畫 至於可能聲優方面 其實沿用他本身原作的聲優 恭喜珍收 沙中儀 其實比較起原作來說 是更進一步的 有些位置你可能不是說 這個喜歡 林太郎 是真的更加喜歡的 有些位置是 我覺得比較實一點 因為遊戲 我總是覺得他好像差一點 很少的樣子 可能遊戲錄音 是一個人對這份歌 從頭到尾 但動畫不同 動畫可能根據劇情 整班人在角落 都不斷對話 可能會這樣實質 不過其實這樣說 聲優很多時候錄音 都是一個人的 其實不一定對話 但是英這麼說 始終你有份稿 看著有些對話 你會知道 而你遊戲就不是 是給你一回合 可以的 可以的 對 還有明顯更沒有一個 更加進步的助手 金正盲美 其實我覺得純粹是 因為遊戲錄得不太好 因為他 你也很直講 真的 金正盲美 他的表現是比較 落差比較大 對 有時動畫 他有幾集的聲線 好像變了第二把聲 不是 你現在的聲線 對他的聲線 是他不同的 本身金正盲美 的表現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波動一些 還有某些位置 都蠻磅獨 但是有很多人 都會覺得 這樣才可愛 就是這樣 有些人覺得 他又不是完全磅獨 但是 一般 花澤那一集 一般 花澤現在不是 他覺醒了 但是助手 以助手的職位 和他的屬性 來說磅獨 你說得好像Caster Saber 即位 不 那助手去負 解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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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熟性強的 他有磅獨 沒什麼所謂 不是 他這樣說 一個清晰邏輯理念的人 和磅獨 是兩件事 他平時是OK的 如果你去到說話 解說譯 解說譯 是OK的 但對一些 比較大反應 或者比較激情 扔感情多些下去的時候 就會差一點 但他動畫表現實在 已經是侮辱了 但他還是有些問題 他嬌的位置 你不覺得 他永遠都是那個調的 不是的 初錯高高 然後又說正常的調 都差不多 沒關係 嬌是嬌在這個 不一樣 插了一點 是要這樣做的 不是 但他做錯的 不是 他本身是嬌的 不過出場太傲 後來相處之下 越爆越多 爆到看無緣夫 就在那裡嬌了 就是被人爆了一些 ECH account 就是那些秘密越爆越多 又是婦女 又是Twitch的香雲 又不知道什麼 又不知道什麼 然後被人爆到 你看光了 沒有辦法 這個 他可能真的特別喜歡 一間公司的性友 我記得上集喜多川 你何時跟你說 沒有 沒有 我知道我記得說錯話 因為我記得喜多川 喜多川 金正雅還未同一間公司 但我記得 他上集運動投出的時候 就未同一間公司 所以應該是我記錯 但不要緊 這個少說一件事 可以 然後其他角色 花澤 叫做什麼 沒有遊戲版很煩 終於 遊戲版真的很慢 很煩 很煩 煩了 嘟嘟嘟 不是呀 越來玩過 遊戲版是不是真的很慢 你說他 好像有病 很慢 慢到你真的很想按走他 但又好像不太好 不敢 按走自己的股東 然後還有個突破 關子一 關子一配肥宅 蠻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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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碗錢 OK 我最後就升級 你有碗錢 你錯了 你回歸盤業做變化 即是關子一叫做什麼 應該是那時候遊戲也是 想不到他配肥宅 也配得那麼開心 那麼歡樂 你也知道關子一曾配過 包括這個Gundam 石破天驚拳都在喊 他也有說過三星星價 有啊 說這個文憑的時候 說這個Shining Finger 可以沒有問題 可以沒有問題 但這個新鮮 如果配一個肥宅 你說 算的 所以配山收支 之前 配山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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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古怪角色的配什麼 我忘記了 肥的 配山收支配肥的 但不要緊 這些錯配 這些錯配都挺過癮的 有空聽一下 而且他真的有這樣的技巧 配得出來 真的很肥宅 那樣子 至於其他我覺得 可以略一略 因為其實表現都很合乎 其實又沒有很突出 填穿 填穿多話 但都是這樣的 少女聲 那樣 其他的問題又不大 那最後 音樂 我們講這個音樂 我以為你講最後音樂 是想講他的慢鏡 自我介紹 音樂 音樂 音樂我也是那句 我始終都是覺得 這個 遊戲OP 遊戲OP才是最新的 動畫OP真的差很遠 因為遊戲OP 每一句對白所說的 都對應 那再加上 其實遊戲OP本身 是主題的觀察者 而這個 整個遊戲 其實都是圍繞著 光暴靈泰能 這個觀察者而作 如果他沒有什麼 能力成的故事 就可以不需要說 他們知不知道自己的觀察者 對 根本都不會知道 整件事發生 他們知道 好像死了很多 沒有其他東西都知道 沒有啊 所以 他原本的首曲 怎樣解釋 其實都很簡單解釋到 我們待會有機會 我當時不是完整版 因為當時適合出的 至於你說動畫OP 叫什麼呢 叫回跌飛比較多 阿瑜看得到的 有些詩詞 有少少劇頭 但是 那些劇頭 其實都是那句話 你玩過就知道 沒有玩過就不知道 遊戲好的 ending 最後 不是 最後那個幕而已 我知道 對 對 玩得那麼多 但是你後期看完整個故事 你再看回OP 就會有種了解 是嗎 可能我看了太多 印度部的MAD 我每次都笑 我每次都笑 對不起 我每次聽到OP 我都笑 真是中了 反而想Ending的表現 比較好些 但我還是喜歡原作的 詞語比較多些 當然這個會有些不利比較 但是Ending都 Ending 就是抽葉完 突然突然變成 那一幕 當然是神 神表演 那一集 根本就 即是講到蝴蝶效應 出來 是啊 完全是 那裡是對的 那些歌詞 很用心地對的 那一幕是很神的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都是蝴蝶飛飛 大家就會覺得 我知道你有沒有說蝴蝶效應 但是還沒說去到 這麼深感受 是真的 那一集 原變那一集就很厲害了 不過 最後 或者可能 其實《雞雞群》都知道 所以最後一集 還是 最後一集 都用完作OP 這樣 出來一下 鎮蝶效應 很開心 這樣 大體上 就這樣 想不補充 沒有補充 今天我們副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 有問題 有東西不明白的 歡迎上一波 問問我 無懈大師 為什麼問我 你玩原作 好啦 好 今天這集的時間 就這麼多 希望大家等 下星期再見 其他節目 拜拜